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德克萨斯州昨天报告了至少20起龙卷风 达拉斯已被90英里处一名73岁的妇女躲在家中 被龙卷风击中后死亡 另外还有至少10人受伤 到了今天下午德克萨斯州路易塞纳州和阿肯色州 也有7万户家庭面临断电的问题 国家计算局警告说 预计今天晚间南部地区将出现更恶劣的天气 但最大的风险已经从德克萨斯州向东 转移到路易塞纳州 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 那里的龙卷风预警将持续到中部时间晚上8点 大约1100万人将会遭受强雷暴和强龙卷风的威胁 预计从田纳西州到墨西哥湾沿岸的降雨量 将达到6到9英寸 因此还会有大约1000万人处于洪水警告之下 处于对佛州东西Gate法案的不满 迪士尼旗下的多家公司和游乐园员工 今天举行了罢工抗议 包括加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 乃至于怀特迪士尼工作室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漫威工作室 卢卡影业 20世纪福斯 ESPN等众多媒体娱乐平台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罢工抗议 迪士尼官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我们反对任何侵犯基本人权的立法 并团结一致支持我们的LGBTQIA plus 演员工作人员嘉宾和粉丝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陷入僵持 全国油价的平均数字开始出现下降 但唯独只有洛杉矶线 平均价格反而再度升高 根据全美记者协会的数据 在洛杉矶美加仑汽油的价格 达到了6.01美元 高于加州的5.86美元 和全国平均成本的4.24美元 邻近的南加州线和洛杉矶相差不远 城县的平均价格为5.97 温图拉线为5.95 任贝纳迪诺为5.9美元 河滨线则是5.88 专家们认为洛杉矶线的炼油厂 近几周都出现了问题 虽然炼油厂通常不会透露细节 但外界猜测可能是由于电脑或阀门 出现了问题 由于环境法和汽车燃料税 加州一直是全国最昂贵的天然气 在温暖的月份 该州需要一种特殊的汽油混合物 旨在减少空气污染 而这也间接的提高了燃料价格的攀升幅度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今天宣布 他的自由党与新民主党达成了一项协议 使他的自由党政府掌权到2025年 加拿大的下一个固定宣布日期 是2025的10月25日 杜鲁多在沃泰华发表讲话说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我们周围有如此多的不稳定因素 加拿大人现在需要稳定 杜鲁多补充到 两党依旧就双方共同的目标政策领域达成一致 该协议涵盖了目前加拿大民众关心的众多问题 包括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牙科保健 国家药品保健计划取得更大的进展 对土著居民的住房进行额外补贴 以及确定进一步加速加拿大视线 净零排放的途径等等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万千新闻